花莲地区咖啡产业从品种、田馆、烘焙到后端销售 近年来逐步提升 而县福也举办了分享活动 分享了2019年至今的产业推动历程 花莲县福原名处近日就与偏乡地区的部落小农合作 在花莲市举办了一场分享会 希望能借此活动推动部落咖啡 专业的身手将一季咖啡豆运用红西式的方式 冲泡一壶浓郁香醇的咖啡 从98年投生咖啡栽种的咖啡农 在经过多年的苦行专研后 目前验证面积已达2.5公顷 疫情这一块让大家的收入比较维固 要坚持做对的事 大家要一起努力往正的方向前进 因为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是一群人在赔你 他也期待未来能够影响更多认同有机咖啡 维护生态环境 那我们都晓得目前花莲栽种咖啡的面积 大约只有七八十公顷 其实产量很有限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走精品咖啡的路线 那在这个精品咖啡的过程里 所以应该包括从这个品种 栽种田间管理 一直到采收之后的处理方式 烘豆保存 还有后端的行销 那我们希望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学习成功的经验 让我们花莲 这个举世 大家都知道的太平洋走岸 有北回归线经过 这么好的一个天然咖啡生产的福地 花莲县政府协助咖啡农以精品咖啡为目标 2017年除了评鉴活动量身打造 食物兼具的课程 透过限定考察观摩等方式 精进田间管理及烘培的课程 陈处长也指出 花莲咖啡产区虽然海拔不高 但是重古地形原乡地区孕育出来的 优良咖啡豆 未来将会朝向成立咖啡庄园品台 咖啡庄园平台模式推广 花莲咖啡走向国际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